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中午,老米是官宣了,下版本,两位新角色的例会,3.4版本,前者是咱们主线剧情中早已见过的老朋友,书记官艾尔海森人称海格,后者则是老米从开服就有过宣传海报的瑶瑶,恭喜罗力队再添一位新成员,先来看艾尔海森,从先行的剧情PV中,咱们可以确定,这大概是位五星草原素单手剑角色,用的还是限定四星武器, 西夫斯的月光是不是说明,海格是一位吃惊通饱草神,专打激化的速切,大招流富塞呢,会不会是草系八重,正好本期大活动会送散妖剑一把,东花防食雨,很难不猜测这是为海格提前发放的迪沛转舞,例会中的文案留言,自然是好事由卡维写的啦,两者虽然同为虚迷教练院的高智商天才青年,奈何一见面,就会进入到无脑激情护怼模式啊,颇有些好机友的韵味, 卡维估计也是个虚迷新四星角色,大概会于后续版本登场,真是期待这位天才建筑师,能有些什么新奇的技能模组 接着就是瑶瑶啦,这大概是位四星草原素长枪角色,定位不出意外的话,应该是个走生命直转至嘹亮的草系奶妈,玲珑欲至,深寒仙谷,最为凡人,却获众仙青睐,是歌臣浪世真君,平姥姥,膝下最年幼的弟子,手中的玩偶,名为月桂,是由流云建峰真君亲手打造能起到护命的用途 大概暗示这是个召唤物能持续回血,挂草 武器方面作为相邻的小师妹,平姥姥的亲传弟子,用长枪应该是没跑啦 在本次TGE宣传视频中,瑶瑶也是作为最后的彩蛋压轴角色,闪亮登场 对于这位新草萝莉,老黑真的是万分期待啊 那既然提到TGE了,本期老米也是新发放了800元时 持续时间为12月10日到13日,老规矩,还是分4天发放,每天200元时 大家到时可千万不要忘记领取 那好的,视频制作不易,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下期再见,拜拜